各位佛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栏目 师父在近日的开示中说 用善法改变自我 一碰到情绪不好 马上念大悲咒七遍 心经七遍 消灾吉祥神咒七遍 会让你心情好起来 远离痛苦烦恼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感恩菩萨 首先让我们一起看看 同修的分享 梦想成真 我来分享一下 早上共修转功德化解冤结 昨天晚上我跟我先生吵闹 先生说叫我什么时候去把手续办了 闹得很不愉快 今天早上起来 就转了一万条佛言佛语法不失的功德 化解我跟先生的冤解 早上共修结束 又把共修的全部功德 求菩萨妈妈化解我和先生的冤解 菩萨保佑先生早上起来跟没事一样 我自己通过早上共修 师兄们为我分享跟我差不多 甚至比我还不如意的案例来开导我 我心情从难过慢慢开心起来 从开始共修没有笑容到后面面带微笑 师兄们真的太好了 共修结束 还有几位师兄一直陪我开导我一个多小时 比亲人还亲 感恩师兄们 共修真的很好 以后要多参加 学佛的好处太多了 叶师兄也分享两则灵验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月事 刚刚那两天来得特别多 明显感觉到自己很虚弱 我当即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我 月事不要太多 祈求完 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多了 真的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儿子和他女朋友吵架闹分手 我儿子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叫我儿子自己许愿给他的女朋友药金者 念诵21张小房子 我当即就许愿给他女朋友的药金者 收送7张小房子 没想到两个人当天就和好如初 经文组合小房子真的是太好了 感恩菩萨妈妈的慈悲 给了我们那么好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所以师兄们 我们要更加努力精进地学佛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下面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笑话吧 感恩师父 我们现代人生儿育女不懂教育 而你都变成了讨债鬼 一辈子的辛苦吧 儿女养大 没有几个孝顺的 有一个笑话说的是 儿子和土匪有许多的相同点 第一 儿子和土匪他们都会把你 挤斩了大半辈子的钱洗劫一空 第二 他们都会威胁你经常说 信不信 我让你断子绝孙 第三 强盗和儿子他们都是在缺钱的时候 才想起你 然后给你打电话 让你把钱给他打过去 当然 儿子和土匪还是有区别的 那就是被土匪抢走的钱 警察可以帮你追回来 而被儿子抢去的钱 你报警了 连警察都不会管你的 上梁不正下梁外 现代人说 很多的人男人有四个鬼 在身上 实际上不学佛 你就可能会有这个四个鬼 早上起床就生气 那是一个小气鬼 晚上十点回家 那是酒鬼 半夜十二点钟回家 那是色鬼 凌晨四点钟回家 那是毒鬼 学会 学会用佛法来改变自己的心态 看破放下 无欲自然 心如水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人间追求的很多的房子啊 车子啊 名利啊 都是虚空的 一部高档的手机 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那是没有用的 一辆高档的汽车 百分之七十的速度 那是多余的 一座豪华的房子 百分之七十的面积 那是空观的 一大堆的社会活动 百分之七十 那是无聊和空虚的 一房间的衣服和用品 百分之七十 那是闲置不用的 一辈子你争再多的钱 再多的名和利 一辈子你争了再多的钱 百分之七十 那是留给别人花的 我们做人 不追求人间名利 一切随顺应援 看破放下 修好自己的心 养好自己的德 珍惜健康 最重要 感恩师父 所以说人要正啊 是啊 身正不怕影子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